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海冰公园我们发现了很多种鸟 妈妈常说早期的鸟儿有虫吃 那么这些鸟儿到底几天起床 小小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去捉虫吃吗 我们准备早期起来观察观察 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五点半 我们听到整个公园到处都是鸟的叫声 看来鸟儿们早就起床了 我们来晚了 不过我们不妨先观察早期的鸟儿是不是在捉虫吧 这些小鸟是黑领羊鸟 它们的黑领子还不太明显 因为它们是还没完全长大的幼鸟 也叫亚成鸟 它们有的跟着爸爸妈妈在草丛里找虫吃 有的已经独立找虫吃了 它们还真是勤奋呢 这两对黑领娘鸟好像在跳舞一样 原来它们就相互求偶 一大早起来就调恋爱 爸爸妈妈不会批评它们偷懒吗 快捉虫去吧 已经筑巢产暖的黑领娘鸟 清晨醒来会把捉到的虫带回草里面喂给幼鸟吃 我们走到鱼塘边 发现这里有很多夜路 它们像是排着队站在湖边 耐心的等待小鱼游过来 一只夜路带到一条大鱼 直接胡乱吞下 好厉害呀 原来早起来鸟儿不仅有虫吃还有鱼吃 它们有的觅食给自己吃 有的觅食去喂幼鸟 除了寻找食物 早起来鸟儿有的还在谈恋爱呢 噓 不要告诉它们的爸爸妈妈哟 我们还拍到各种各样清晨活动的小鸟 没有听到清晨第一声鸟鸣 就不知道早起的鸟儿到底是几点起床 真是遗憾 我们决定明天更早一点来观察 哦 这里好 黑影 两小文 哦 给它剪开看一下 哦 好 走 走 那你上里 公园里一片寂静 我们在大树下摆好摄像机 等待第一声鸟鸣 这时我们在一棵榕树上 发现了一种身形小巧的鸟 正在埋着头睡觉 哦 这个应该是安利秀的鸟 它可能叫它消息鸟 探照灯的光打在它们身上 它们也没有要起床的意思 而是探头望望我们 安利秀野鸟结伴在一起 有的像夫妻俩 有的像姐妹三 有的像五兄弟 在它们附近的树枝上 我们还看到了安利秀野鸟空的巢 大概是幼鸟长大了 这个巢已经挤不下了 另一棵榕树上 我们发现了成群的黑鸣两鸟 站在一起休息 它们的黑领子还不够黑 由此判断 它们都是亚成鸟 应该就是我们早上拍到的那群鸟 原来它们是在这里睡觉啊 当太阳越过地平线时 整个天空笼罩在紫色的晨漆中 小鸟好像是被大自然的闹钟叫醒了 它们有的飞上了更高的石头 有的在两棵树之间飞来飞去 有的飞上了草地 还有的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知道鸟儿急间起床 那它们急行睡觉呢 我们打算傍晚再来观察 我们打算傍晚再来 到那边 一直到6点40左右 暗喻绣炎鸟才归来 它们三两成群 趁着日落前选好了栖息的树枝 7点15分 太阳落山了 小鸟们亲密地依偎在一起 进入了梦乡 我们查新资料 发现大科学家早就在研究鸟类的夜间栖息习性了 论文上说鸟类在夜晚的视力会变弱 感知危险的能力也会降低 因此夜期地的选择 以栖息方式会关系到它们的安全 那么数码岗的鸟儿夜间栖息有什么习性呢 我们整个夜间再去探究 我们测量了榕树下环境的温湿度 发现暗喻绣炎鸟所在的榕树的环境温度为29度 湿度为70% 黑岭两鸟右鸟所在榕树的环境温度为28度 湿度为69% 这应该是适应它们栖息的温湿度吧 我们数了一下 有20只暗喻绣炎鸟齐息在同一棵榕树上 15只黑岭两鸟的亚成鸟齐息在另外一棵榕树上 并且这棵榕树上没有黑岭两鸟的成鸟 我们发现暗喻绣炎鸟和黑岭鸟鸟右鸟 都会选择栖息在榕树树冠下部树梢的位置 树下有流浪猫 猫难道不会爬到树上吃鸟 我们猜想这些鸟选择栖息在树梢 有榕树树生根的掩护可以更好地躲避天敌 即使猫爬了上来也会首先触动到树枝 这样小鸟们在感知到树枝晃动后 就有足够的时间飞走 可见树梢是相对安全的位置 又一天早上四点我们再一次去观察 结果遭遇了大雨 个个都被淋成了落汤鸡 我们静不住担心 鸟儿们会不会被隐灵坏呢 雨停后我们急忙去探望我们的小鸟朋友们 发现鸟儿依然活泼自如 原来它们树枝在树冠下骨 上面有交叉错落的绒树枝干和树叶 可以起到遮风等雨的效果 通过十几天的考察 我们了解到树梢冬海冰公园的 阿玉秀岩鸟 黑岭鸟鸟 夜间树枝的习性 这些鸟在一定程度上 都表现出集群栖息的特点 研究早期的鸟儿和它们的栖息息性 让我们和小鸟交双的朋友 我们会更好地保护它们 这些 suspended 我们夜间在鱼塘边发现了大量的夜路 这些夜路在有光照时就会细细飞走 它们还会再飞回来生夜班吗 我们还会继续迎接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